用巡违展的方式进入到学校来做推广 因此每一个学校的小朋友可以在整个学期里面去了解十一柱形的运用 在食品的部分我们有牛奶的秘密植物工厂 我们在一的部分我们有告诉小朋友环保咖啡沙 还有宝特瓶也可以来做衣服 在住的部分我们告诉小朋友电脑科技的那个电梯的秘密 还有怎么样才是一个绿建筑 在行的部分我们带着小朋友认识捷运系统 还有了解汽车是如何的制造 在科技大未来的主题我们告诉小朋友什么是智慧医院 以及机器人的应用 那还要特别谢谢我们 加入我们整个发现科技新乐园的推广行列 那整个活动我们共有七个主要的活动 那接下来我就第一跟各位来做介绍 未来让我们地方能够出国更多的厚人 我经常说电影出厚人 无论一枚头一枚刷不一枚面团的电影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让我先给曹仁市长参加了 那曹仁市长从105年开始 就跟我们的国中小从我们的艺术光点圆梦计划开始 到109又加满 除了我们艺文携手又发现这个科技新乐园两项计划 那到110年我们总共有64所学校受贵 那也捐赠了这个金额将近是在 将近快1000万 曹仁市长所带领梦计划再次的接受 还特别是我们的数位落差真的跟 这样一个国道好像当然有一些NGO伙伴的家里 所以大家看得到他的内容跟艺术观点是完全不一样 那我想很重要一点是让小朋友能够借有这样的参与 尤其到所谓的这个机器工厂啊 汽车啊或者是高捷 实际上因为一般人住在那几个地方我都还没去过 那小朋友可以去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真的你亲自去看的时候 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我想推动一下 最后最后就是让小朋友从小就能够种下一个 对这个东西的了解 种下一个种子 我慢慢说英语的成熟 然后他会去发芽 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 呃 晒音能够到最后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结果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推动这个科技新来源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由于大家的那个 那个 付出跟努力 所以我们 有这个机会把这个有关于 艺术方面科技方面跟音乐方面 把他引进到彰化的那个小学 让我们的下一代 有机会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 那个 支援 那当然我想这地方要特别 谢谢那个东塑 那个草斗 那我想 他算是 就是我们彰化的子弟 在 台北表现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然后他愿意在 有成就的情况之下 在回馈到乡林 我觉得这地方 我特别利用这机会 谢谢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典范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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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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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